欢迎收看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友商商商量 今天的大盘收盘的时候 下跌了三十几点 但是成交量只有800亿出头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大盘在一万点之上 进行一个量缩的整理 这表示未来这个一万点 会成为台湾的股票市场 它的一个中期的底部 所以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看到万点就害怕 看到拉回就担心 对不对 可是请你们看下去 这个盘在今天 就算它是跌掉了36点 就算大盘指数今天做拉回 其实涨的股票一样相当多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在大盘进行整理的同时 其实是一个个股表现的局面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大盘整体的架构 如果现在整体的架构是走空的话 那我们当然不应该做多 不应该买股票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看下去 现在这个盘 如果我们观察呢 它整个日K线的架构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大盘涨到10545之后 其实呢 是在进行一个横盘的整理 那整理的过程呢 成交量呢 往下递减 所以这个盘 一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出现 所谓的爆量 或者所谓的过热的现象 反而呢 大家都在担心它做头 大家都在担心它反转 对不对 那请你们想想看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 这个盘做头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 这个盘反转 你们觉得大盘 它真的会做头吗 还是大盘 它真的会反转 所以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 其实哦 现阶段 大盘指数来到了1万点 有些股票 它可能整理了一段时间 有些股票 它可能之前呢 拉回的幅度相当大 跌了相当深 然后呢 也开始进行整理 而这些股票 一旦产生关键性的突破 一旦呢 它们的基本面 具有转机 或者是成长性的话 其实股价 就会有很大的表现 那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选股呢 仍然是一件 相当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股票呢 有1600多只 对不对 到底要怎么选 才能够好好的 从事破产操作 才能够赚到钱 我告诉各位 请你不要担心 王良设计了 这一个machine 王良发明了 这个machine 所谓的machine呢 是一个人工智慧的 股票操作系统 我觉得哦 这会是将来 金融操作的趋势 所以王良现在呢 是走在趋势的最前面 王良现在是市场的开路先锋 王良的machine呢 是运用人工智慧 高效率的运算模拟能力 盘中即时选股 速度快速闪电 关键价位一触即发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 今天这个盘 收盘的时候 跌掉了多少 跌掉了这一个35点 王良在节目当中告诉过各位 我打算呢 推出超级强势股的操作计划 我打算带会员呢 买进超级强势股 但这有一个前提 什么样的前提呢 前提是 王良的machine 能够带王良去找到 能够呢 带王良去发现 这个超级强势股 才有意义 对不对 什么是超级强势股的操作计划 请你们看下去 超级强势股操作计划 不是每天去追股票 不是每天去找股票 而是呢 你要有耐心 等整理完毕的股票 你要有耐心呢 让机会来找上你 每天盲目的 去看哪些股票是最强的 去看哪些股票是涨最多的 去看媒体在报道哪些股票 我告诉各位 那些都是杂讯 那些帮不了你 对不对 可是如果能够买在起涨的第一根 我跟大家说 如果能够买在起涨的第一根 那不仅仅是短线赚钱的几率呢 会大幅的拉高 还有一点哦 我认为很关键 不仅仅呢 是能够去买到超级强势股 甚至于有可能去买到一档呢 超级大波段的强势股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股票市场就很有可能一口气去赚到五成 或者呢一口气去赚到一倍 那今天大盘跌了35点 到底有没有超级强势股的存在 所谓的超级强势股 它必须呢 要够强对不对 它必须呢 要能够汇聚市场的人气 它必须呢 要能够去撼动整个市场的投资情绪 那今天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如果这样的股票 那Machine呢 有没有挑出来 Machine有没有把握住 请你们看下去 今天大盘收盘的时候跌掉了36点 可是我相信喔 大家都知道 今天有一档股票涨停满 有很多的股票涨停满 你不会有印象 为什么 因为呢 那些股票没有人气 因为那些股票呢 没有成交量 对不对 因为那些股票没有代表性 今天大盘跌了36点 我跟大家说 大盘跌了36点 我相信 有一档股票的涨停满 一定会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就是3406的郁金光 今天的郁金光呢 收盘是所在涨停满 对很多人来说 选股很困难 对不对 对很多人来说呢 要能够去看出 一档本来没有在涨的股票 可是在关键的下位 发现它 在关键的下位 切入它 现在股票1600多支 我告诉各位 对一般人来说呢 太难了 对不对 但是我呢 有本讯 那当你看到 郁金光在今天涨停满 我请问各位 你想要在哪里买到股票 也许你想要在这里 去买到股票 也许你想要在这里 去买到股票 那有没有可能 是在这里 就能够去买到股票 如果在这里的话 我跟各位说 那很可能就会成为今天 在市场里头 赚到最多钱的人 对不对 现在是个股表现的一个时代 那现在呢 如果是个股表现的话 你要怎么针对 接下来会有表现的股票 去做切入 对很多人来讲 是没有头绪的哦 可是对我们来说 却不是这样 你们再看下去 今天的郁金光 它就是符合了超级强势股的条件 如果你想知道 我的机器在今天 什么时候通知郁金光 我跟大家说 我们来看这里 这是我所写的一个操作的程式 叫做超级强势股第一根 因为我一直强调 我们要买在起涨的第一根 所以我特别针对第一根 针对第一根的特性 如果不是第一根 那就放掉 那么在今天呢 超级强势股的第一根 在9点42分17秒的时候 通知了谁 3406的郁金光 那么如果你以为 后来的郁金光呢 是涨停满342 对不对 342块钱 所以他通知他的时候呢 已经股票大涨了 我跟各位说 那你就错了哦 我们再看一遍 来看这里 今天的超级强势股第一根哦 3406的郁金光 触发的时候呢 在多少钱 316块钱 316块钱 时间呢 是9点42分 当时是成交1514张 当时呢 涨了4块半 当时的涨幅 是1.44% 是1.44% 你就算说 卡举较慢的 2% 2.5% 你再去做切入 是不是同样有利可图 对不对 当时的涨幅才1.44% 当时成交了1514张 当时的时间在9点42分 成交在316块钱 这是什么 这就是超级强势股第一根 我来跟大家所强调的 那么 到底这是不是第一根 对很多人来说 一定会觉得很纳闷 因为明明 之前就听过 玉金光涨过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要的第一根是什么 我们要的第一根是 在过去的一个月 在过去的两个月 它是在整理的 而且刚刚产生突破 因为如果你埋在这里 我告诉各位 不管是短线还是波段 都比较容易赚到钱 也比较不容易被洗出去 我等一下会证明 你们再看下去 以玉金光来讲 今天9点42分的时候 来我们先放大一点 你们可以看到 9点42分 股票在哪里呢 这里就是9点42分 这里就是9点42分 当时是在316块钱 这个时间 我们看这边 这个时间就是9点42分 我们再看这一个分子走势 当时的股票在316块 我们讯通知 而之后股票来到涨停满 我相信这一个市场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这一个操作系统 但是没有一个 能够比王娘怎么训呢 更快 能够比王娘怎么训呢 更精确 为什么 因为我能够很骄傲地 告诉各位 因为里面的城市 里面的脚本呢 是王娘亲自撰写的 所以我都知道 该怎么样呢 去挑选出这样的股票 我都知道 在明天 我要怎么去面对 这一个行情的变化跟发展 在昨天之前 我相信 绝对没有人 晓得今天呢 玉金光的股票会大涨 对不对 因为今天的事情 根本还没有发生 可是当趋势发生的刹那 当股票转强的 这个关键产生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Mushin呢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就像你们刚刚 所看到的玉金光一样 下一个介绍回来 针对这个玉金光 今天Mushin在这一个 9点42分 316块通知 后来拉到涨停满 340块以上 对不对 到底 这是不是第一根 到底买在第一根 重不重要 到底呢 完成Mushin 能不能够协助我娘 来帮助投资朋友赚钱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做父母的 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 小朋友的健康 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 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 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 认识肠病毒 重症前兆 娶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未来会是人工智慧的一个时代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都还弄不清楚 可是我告诉各位 王娘有去学习 王娘能够自己开发股票的操作系统 这是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的原因 所以你之前 看王娘代会员 买过75块4的建策 买完涨到88块 对不对 看王娘代会员 买过31块的名义 一口气涨到35块钱 看王娘代会员 买过16块1的红灰 接下来涨到了19块钱 这些股票通通都是买在起涨的第一根 不是第一根 我也不想买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买在第一根 相对的你操作的风险会比较低 你赚钱的几率会比较高 今天所谓的操作的几率 并不只是针对停损这件事情 而是要针对你的出手 而是要针对 你有没有设定 这一个操作的策略 你有没有设定 一个操作的一个架构 当这个架构成型的时候 你在出手 问题是 现在有1600档股票 那表示什么 有1600种不同的形态 1600种不同的技术面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筛选 你要一支一支去看吗 当你看到第10支 第20支的时候 结果是第100支 第200支的股票开始动 那来得及吗 那绝对来不及 可是如果 王良的machine 能够同时监控 所有的股票 运用人工智慧 高效率运算模拟能力 盘中即时选股 速度快速闪电 关键价位一触即发 如果你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样的股票 我请问各位 虽然现在不知道 可是在明天开盘之后呢 我们会不会知道 我们当然会知道 为什么 因为在股价波动的时候呢 machine就会开始去做计算 对不对 就好像今天大盘跌了多少 跌了36点 缩盘的时候跌了36点 大盘在今天不是涨的 大盘在今天是跌的 可是你们可以看到 3406的郁金光 在今天呢 当大盘还在杀的时候 它竟然能够怎样 拉到涨停板还缩起来 可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看到股票涨停板 而是你什么时候得到这一档股票转强的讯息 王良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对不对 王良是在9点42分 得到Mashin的通知 我们来看这边 这是王良所写的一个策略 超级强势股第一根 在9点42分17秒 通知了郁金光 通知了郁金光 那么当时成交在316块钱 时间是9点42 也就是说很多人 当大家开始讨论郁金光的时候 我们看整张K线 整张这个分子走势 绝对不在这里 你在这个地方没人会插 对不对 很有可能在这里 但是还半信半疑 等到来到这边的时候呢 新闻台开始讲了 对不对 但是他们还查不到营收 对不对 当时还没有公布 结果呢 股票锁起来 所以谁的速度最快 是不是王良能迅最快 那么你们看到今天 郁金光拉上来 我告诉各位哦 王良现在所推出的 超级强势股操作计划 超级强势股操作计划 你不用盲目的去找机会 你要让机会来找上你 它会自动送上门 就像我们迅通知王良一样 只买起涨的第一根 只买起涨的第一根 目标是要去建立专属的 强势股投资组合 我要跟大家强调的 其实并不是说 今天我们去有多快 或者呢 这一个郁金光有多强 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哦 如果我们坚持 只买第一根起涨的股票 我告诉各位好处很多 因为如果不是买在第一根 很多人都是后面才去追 后面才去抢 后来才知道 对不对 那你心理的压力会大 而且追高的风险会高 无法承受震荡 获利的空间就小 套牢的几率呢 相对的也比较高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今天Machine在通知的时候 是不是郁金光呢 准备呢 要拉出第一根的时候 我们来看他的K线图 你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郁金光的K线 那么在过去的一个月 在过去的两个月 郁金光有没有涨 都没有涨 对不对 那么Machine呢 针对郁金光呢 有没有买讯 也没有 这一段还曾经产生过 卖出的讯号 后来呢 还出现中长黑 前一波的买讯 是从低档开始往上的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的是说 它本来是先跌 对不对 然后进入整理 今天才拉一根中长红 这个涨停板的高点呢 是342.5 那Machine呢 是在316块通知 也就是说 这一根K线都还没有完成 Machine就通知了 就告诉我们讲 它是符合呢 超级强势股 而且是第一根的条件 那为什么王良拥有Machine 能够让我在操作上 有非常大的自信 因为 绝大多数的人 是看不出 到底接下来 有什么样的股票会涨 所以大家会想要去找 对不对 找看看现在最强的 找看看现在利多最多的 可是这样有没有意义 我告诉你 没有意义 我跟各位说 做股票 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 不管是要做短线 还是要做波段 不见得 你要去针对 已经涨很多 或者已经很强的股票去做 该锁定的是什么 或者我应该这样讲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买到股票 你有可能会赚比较多 是它已经大涨过了 是它已经涨了好几天了 还是它本来没有涨 可是刚要开始涨的时候 你介入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意味着当我们在选股票的时候 我们要针对什么样的股票下手 我们要锁定的范围在哪里 就不是那种 已经这几天 这两三天 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对不对 那你们再看下去 针对这个郁金光 如果我们看昨天之前的K线 看得出来它今天会涨吗 当然看不出来 对不对 可是这当中有很多技术面的素质 有很多技术面的一个关键的价位 它的变化 那这一个变化 因为要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训练自然会告诉我们 它是超级强势股 就是这样子 你在昨天之前看不出来 也就是说在今天 如果你心里想的是说 要去赚 明天之后会大涨的股票 该看的是什么 该锁定的是什么 应该是还没有动的 对不对 应该是本来它在跌 然后它在整理 不跌了对不对 那如果出现了关键性的一个突破 这就会产生它的买点 昨天之前没有人看得出 郁金光会涨 包括王娘也一样 但是我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训练它会告诉我 所以今天你看到 郁金光 拉春跟中长 我们训练产生了相当强烈的一个买进的讯号 而是在什么时候发出通知 9点42分 这就是操作 这就是我们未来该进化 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王娘现在推动 这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操作 一定有很多人不习惯 为什么 因为大家习惯土法练钢 对不对 问题是用土法练钢的方式 往往你会 你的注意力跟焦点 都会是那种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比如说王娘曾经代会员 买过3653的建策 今天大家看到建策最近跌下来 我为什么老行宅宅 因为涨上去之后 我已经买去了 王娘是在75块是带会员去买 所以这是第一根 对不对 接着包括像3311的红灰 红灰 王娘做得比较短 第一波涨上去一涨两成 所以我做获利了解 那如果你要做波段 我刚刚讲过 我们讯息也可以做波段 如果你是买在第一根 这两个礼拜 16块1在这 所以它就算拉回 你只是怎样 看别人涨而已 自己没有动 对不对 但是你的身份 还没去够加到 那后来创新高 是不是就能够赚更多 所以买在哪个位置点 王娘认为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包括像3060的 这个名义 完了买在31块钱 所以涨上去呢 它就算拉回 现在还在我的成本之上 来做一个震荡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告诉各位 未来创新高的时候 只要我的成本没破 只要它没有转弱 只要它们讯息呢 没有出现卖出的讯号 我认为它就有可能呢 让货源去赚到更多 那么在今天 我们讯息所推出的超级强势股呢 就是3406的预金光 你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看过王娘 利用这个门讯的操作 你们在今天看到 这个3406的预金光呢 在门讯产生了买进讯号之后呢 股票从316 拉到342块的涨停满 时间价位都清清楚楚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 王娘做了完整的介绍 所以如果你想跟着我做 我跟大家说 我现在要推出 超级强势股的操作计划 而且呢 我要带会员呢 买在第一根 如果你想跟着我拼 我跟各位说 这个行情呢 还充满着相当多的机会 这个行情呢 在明天 就会有新的机会诞生 有新的机会浮现 如果你想掌握 请你们把握住这里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 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定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 应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驾到处 看处 YouTube 二续点间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团室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自己安赖在一起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